掌声有请 男嘉宾 吴先生 49岁 来自长沙 驾校教练 女嘉宾 林玲女士 37岁 来自长沙 个体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刚才两位上来之前 说了三个数字 一是一次离婚诉讼 是吧 谁诉讼的谁 我诉讼他 诉讼的原因和理由是 我觉得他这个男人没有担当 而且很窝囊 你能给我们讲一两件事 让老师清晰地理解一下 什么叫没有担当和窝囊 好不好 其实我们在相恋的时候 我觉得还好 就是婚后吧 我们经常吵 在有一次家庭聚会的时候 家里来了很多客 他不下厨的 那都是我下厨 我还在炒菜的时候就听到儿子 摔在地上哇哇地哭 我说你作为一个男人 在家里什么事情也不做 你看个孩子又怎么样呢 他就按打他手机 我当时就很气 我说既然要离婚嘛 儿子归你 我就抱起儿子 我就抱起儿子 往他身上一扔 他当时也很气 左手楼的儿子 右手就拿着椅子 砸我 他也是属于那种 打不还手 冒不还口的人 结果那是第一次砸我 他把孩子当作一个玩偶 摔过来 丢过来 吓得我要死 我不抱上之后 气得真的是 说手都发抖 拉着身边的凳子 那肯定甩出去 那种甩可能是 也没注意力度 那是因为你对儿子 太不负责了 我在那里炒菜 你在那干嘛 你在玩手机 儿子在那里上 哇哇地哭 孩子多大 一岁多两岁 确实您在玩手机 当时没太在意 可能是在玩手机 玩手机 孩子摔了 所以夫妻之间有争执 是吧 对 就算以前有争执 他也不会动手打我的 但是这几年下来 我都很憋屈 憋屈 本身我也是个工作狂 我公司还有事 就拿出去吃个饭 我买单 都是我买单 当时他还在吃饭 我就去买单 回来之后 就看他和服务员在争吵 后来了解之后 是因为服务员 那个烹壶的消毒液 碰到他眼睛里边了 当时我也气愤 我就一拍桌子 我说把你们的经理交回来 当时服务员给吓跑了 就来两经理 就一直跟我争辩 他就上卫生间 去冲眼睛去了 直到后来 我和他们一言不合 就动了手 结果他就坐在那里 就捂着眼睛 就看着我们 我觉得有个男人 让一个女人 去帮你摆平这些事情 你觉得他很窝囊 是不是 对 还有一次窝囊的事 就是他没开车 就骑个电动车回家 后来你问他当事人吗 他那个是小区那里栏杆 小区栏杆是一车一杆的 我们当时可能 刚去那个小区也不太清楚 前面有他小车 在那里刷那个文静卡 他刷开了我就走 反正是两台车同时走 也没什么事 哪知道我在走了之后 他认为是走了一台车 男杆主动放下来 那个女同志开车 可能是新手 就来一个急杀 结果他说 他车里还有小孩 就摔了 就我不知道嘛 我就回家了 结果他找到保安 调监控啊 找到我家里来闹 那会闹我找得莫名其妙 我们都还是一头雾水 那个女的就冲冲 就指着他骂 你说你的小孩摔在车里 我们带你去看病 那不行 我一定要钱 我要派钱 我就是你 就指着他骂 我就把他手一打 我就在推上中 然后那个女生就打了电话 叫了七八个男子汉过来 他可能就吓怕了 坐在沙发上不说话 一直都是我在说 我说你这个男的 怎么这么磨呢 我要面对七个男子汉 我一张嘴 每个人去说 最后我打了110 110就回家 回家把这些事情给平息了 只有他出的钱了 本来我们有 对 我们是在里 我们有道理 结果反而变得没道理了 他来出钱 你觉得谁理亏啊 这个东西说实在话 如果按那个保安的人说法 我觉得可能是我 没有注意他的规矩 那么说当时碰到这样的人 他也是在讹点钱 那你稍微赔点钱呗 你是希望稀释宁人对吧 对啊 因为这些事情不是说 非得要打个架 搞个什么事情出来 结果他一言不发 他就坐在那里 七个男子汉就撞着我口 你连讲了两件事 我发现你脾气还挺大是吧 非常大 你在外头经常跟人干账吗 也不是 我是属于凭你的人 不然的话 我为什么两次都是我打110 凭起这个事情 这他没用对吧 行 还有别的吗 这也不至于离婚呢 还有就是因为我 委屈的 我和他没有办完婚礼 我也不希望有一个什么很隆重的婚礼 但是婚后什么都是我的付出 他这人很抠门 跟我办事吧 你得出邮钱 我开我的车 让他坐司机 我得出邮钱 我得出车号 我还得给他付钱 这都是有原因的 不是说你出邮钱 不是有出邮钱的问题 有些东西这都是有原因的 这都是公体啊 我天哪 你要知道你做这个事情 你是干嘛的 家里人都知道你 花钱大手大脚 赚了多少钱 一个月可以三万块钱的网购 一天到晚我就守着这个小机门口 我也是问家里啊 我家里干减什么 我也干减什么 有时候点错了 一件衣服他可以点了两下 他就算了算了 反正回来一件穿一件丢是吧 哪有这样搞的呢 我问几个问题啊 你刚才说请先生给你开车是吧 干嘛呀开车 是你们俩出去玩 还是他要邮钱 他从家校出来了 然后就到我公司 反正就是 他去你公司了 对 给我做专职司机嘛 给您做专职司机 那当然应该是您出邮钱了 有时候办事啊什么的 哪怕是出去玩 吃个饭 停个门禁五块钱 他都得我掏 因为他这个东西 是个什么情况 我带你玩了 带你吃了 所以说我没有担当 就是说你能够在家里带孩子 还能够有一份收入 就是这回事 我问问 我问问 这个你们俩的这个钱 怎么个用法啊 各级各的 他不管我 我也不管他 从一开始 另外就是这样 这个从这个资料上面看 您应该出婚对不对 对 您是有过一段婚姻 对 那个婚姻里有孩子吗 有 跟谁了 跟我吧 男孩女孩 男孩也是 这个男孩跟他关系好吗 关系好 跟他关系好 跟我关系不怎么定 跟他关系好 你们俩是结婚之前就约定了 个人的钱 个人花什么 嗯 默认的 哦 明白了 所以一直时间过着 然后我生儿子之后 嗯 两万块钱也是我出的 当时他的大儿子 还在生大学 啊 不过我要把他钱块钱 要学费 啊 就大儿子已经读大学了是吗 对 哦 等于二儿子生的时候 是你拿的钱 对 哦 我找的医院 我拿的钱 啊 包括我儿子 满月酒 全部都是我在办 全部都是我付钱 啊 听起来您是一个女强人 啊 至少在你们家 你挣得比她多 对不对 她什么都是听我的 哦 那您当初为什么嫁给她呀 当初 我不是跟她学车嘛 哦 然后觉得这个老师 你还挺靠谱 呵呵呵 学车情缘 啊 老师挺靠谱 然后呢 婚前也挺 一切都还好 啊 就是婚后就感觉 慢慢慢慢就变化了 这个变化 婚前我也知道 都是有过程的 知道她 她是属于那种 没钱 但是不会扣门 到这种程度呀 哦 你知道她没钱 但是你没 没钱我也不怪你呀 在父母和我 亲戚朋友的阻挠之下 我还给你结了婚 哦 我没办婚礼 我准备为了三套 那个婚礼服 我都没穿 为啥 没办婚礼呀 为啥不办 那么想办 听起来那么委屈 随她 她不想办 哦 有些东西实际上 都是一面之词 我自己有房子 结婚住在一起 也不存在 要她交什么钱 她钱 她自己花 到了 后面她就说 要接公司近一点 因为那个地方 我原住的地方 跟她公司住了 将近隔了 有十几公里 她说那上班不方便 所以说她要另外住 我就不太愿意 花了个冤枉钱 我早就跟你说了 我路上省点事 你何必再来回折腾 一路上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我会办很多事了 你知道吗 你们现在住的房子 是租的还是买的 租 然后我们买的房子 也出租了 哦 你们俩还共同买了房 对 我还带了我的四个住手 一起住 啊 带了你的四个住手 一起住 对 有时候开会嘛 公司开房会 有时候家庭会 你想到租房子 租房子呗 三口之交 或者是说 交父母 无口之人 你何必要搞个大房子呢 他非得要把公司的员工 都安排进来 租个两三百的平米 干啥呢 不是有什么必要吗 公司有公司的房子 自己住家住家的房子 老人家还要给你 负担员工的什么伙食 这块东西 给你搞卫生 搞这块 还要带孩子 你说这块东西 我住手也做事了 不是光吃白饭的 谁的父母在 我的父母在带小孩 等于岳父岳母在带孩子 对 然后除了管你们的孩子 还得管你的员工 员工也是偶尔嘛 因为我的住手都挺勤快的 他们在家也做做家户 也炒炒菜 您开什么公司啊 传媒公司 住手我也没让他们住外边 他们也得花钱了 住我家 那说白了不就你住手 就住在你们家吗 是啊 就你公司有四个员工 还住在你们家 住 跟他弟弟亲戚关系 跟他弟弟亲戚关系 那都是非常好 而且都站在我这边 他总是说我给他父母亲洗脑 啥意思呢 原来是他父母亲总是他给钱的时候不要 我说有什么不要 有多少拿多少 没事 你给到他 他钱都花了 你干嘛呢 你还不如当着给他存钱一样的 就是因为你洗脑 所以我才把你赶出家门了 赶出家门了 对我住的我另外的邦室去了 相对于孩子回来 我就回来一趟 他的大儿子回来 他回来 小儿子 小儿子 大儿子在读大学 那小儿子回是指回哪呢 我们是放在外公外婆来带嘛 他就没带生命带 在我们两个 你们这个居住还挺复杂的 你们夫妻俩加四个住手 住在一个二百多平的房子里 租的房子 谁负责做饭呢 住手轮流 我妈过来之后就以我妈为主 你母亲还管你们公司的食堂 是这意思吧 公司也有阿姨做 身体本身也不好 这是第一块 你们俩的儿子跟谁 大部分时间在我父母家 不跟你们夫妻住一起 偶尔过来 孩子偶尔回来的时候我就回来 不回来我就干脆我也住在别人公司去了 你住别人公司 住在外面去了等于是 为啥呀 你们俩还不一起住 没办法 他要么就炒啊 反正就是 你搬出去 你们俩分居有多久了 半年吧 他觉得在我员工面前没面子嘛 在家里炒 您还想离吗 他又是有点改变 可能还会有 你想他改什么呢 你至少得回到从前吧 从前他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你给我们形容一下 从前对我也还挺关心的 甚至关心胜过他的大儿子 那为什么四年之后 他不再关心你 甚至向你动手呢 他就觉得我脾气越来越燥了 他说你在公司对员工都那么好 一个个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本身员工也是90后嘛 他们就该带嘛 就不是该动路 都是引导嘛 你比我大12岁 你还要我来引导嘛 哦 委屈是在这儿 你应该引导我 对吧 但是你发现 这不是个人生导师 也没个肩膀 对 啥事 他也靠你 对 什么意思 累死了 是吧 你最大的委屈是什么呀 当时你为什么决定娶他呀 说实的话 他的心还是比较好的 我还是认同他 认同他就是说 他本身在传媒公司这块 扬强的这个火爆脾气 但是你别把这个工作状态 带到家里来 我作为你的爱人 相对于有些东西 你就不能说 我非得要跟你解决什么 工作当的事 隔行如隔山 我也没办法了解那块东西 他为这个事 还专门到我公司领导去炒 要我老板不要跟我加班啊 不要搞什么 我只能出来 干脆跟他来做 跟他做 至少你要给我开工资吧 你不开可以 他员工不开 我做劳工 你这点做不到 你跟我帮下忙 我可以 跟你帮忙就帮忙 那他给你开公司吗 开鬼哦 开公司啊 开鬼 这是比员工 他就是 他无非就是开工资什么呢 就是出去的车费 邮费 给个一两百块钱 反正就这一回事 因为有些这个防款 我也还 每个月的压力都在我这里 我每个月还几千块钱 所以我 谁地都要想办法找钱 他大了大脚 我也不知道他收入多少 谁啊 你那时候淘宝 我只能是这回事 那你就知道要还钱了 谁人淘宝 要不然做员工 要不然做老公是吧 你想做什么 做老公呢 肯定是 不想给他干了是吧 对 早就不想干了 那就别做员工了 就做回老公不就得了吗 做老公他也不管儿子啊 你总得让一个主外 一个主内吧 你能主内吗 我可以主内 我说了他当的员工 面对着说我家庭富男 我说没问题啊 我就当家庭富男可以啊 但是你家庭富男 也要考虑问题嘛 这个收入难允 对对对 他无论就是说 就每个月得给生活费 对吧 对啊他没有啊 明白了 他就是说你做家庭富男 你做家庭富男 我都买回来了吗 我不都买回来了吗 该买的 不不 你每个月给人点钱吗 给你烟钱呢 不不不 家庭富男也得有钱哦 我该买的我都买回来了 我就觉得 就给他几千块钱够了 一个月给你几千块钱啊 没办法说 不是道理给没给吗 没给呀 我没看到啊 他无论就是您打碎敲的 就是您不能上嘴皮 碰下嘴皮的说 给个几千块钱 看来没给啊 给了 他的意思 您打碎敲的 什么五块钱的过路费 都一路算的 没给他 给他儿子了呀 给我没办法 他儿子 读书我也给他儿子了呀 儿子的三二六元 什么两千块钱 可以 那都算在里头上 还要你每天 能在家里带着孩子 搞卫生 还能够搞饭吃 明白了 你得做一全职老公 对吧 你工作上也帮不到忙 你只能在家里帮忙 对 它就是这回事 工作没办法帮忙 明白了 老师们也听明白了 这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有一个没太听清楚 就是我还是没听清楚 你为什么嫁给他 你为什么娶他 我还是没太听懂 当时嫁给他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 我不是在学车嘛 我另外一个司机 我问的是 你为什么嫁给他 他觉得他人老师 对 人老师 那你为什么娶他呢 因为我本身 但是也是单身 我也感觉这个女孩 人不错 我反正也是 想要一个伴侣 再加上 我有一个重女轻男的思想 前妻生的是一个男孩 想要一个婚姻 能够生个女孩最好 所以那个想法 那你为什么离婚呢 上一段 那是性格不合 前妻是跟他一样的性格吗 两个性格 两种性格 我前妻离婚是离婚 当时还是交朋友 甚至以前岳母娘那块 都是交朋友 她还去过 跟前妻一起玩 跟岳母娘一起家里去吃 都去玩过 所以她为这个事也是 来跟我闹 她说你离个婚呢 还跟前面勾勾搭搭 我说不存在 有一个共同的小孩在那里 好吧 这位先生 其实你娶她的动机 给我的感觉就是 这个女孩子看起来 像能会生女孩的 好像就这么一个 那您既然敢娶一个 比自己小12岁的 事业有成的 这样的一个年轻姑娘的话 那您就得承受 她背后所带来的一切 比如说娇气啊 娇庆啊 完美主义啊 因为33岁才出婚呢 肯定是对婚姻寄予了 很多美好的期待的 对 所以您不能说 又吃着干着甜 又觉得干着扎嘴 对吧 另外您刚才谈到 关于前妻的问题的话 让我感觉 你们两个人都处在一种 极其边界不清晰 角色定位不清晰的状态 您跟您的前妻 和您现在的妻子 把她搅和在一起 然后您还寄希望于 其乐融融一家人 好朋友 离婚意识朋友 您这个太理想了 因为女人 她本身的嫉妒状态 就是会比男性要高一些 对于爱的排他性 本身就比男人要高一些 所以您凭什么认为 您有那么大的魅力 又能让前妻跟您做朋友 又能让现在的老婆 去接受您跟您的前妻 是朋友呢 您真的没有太把这个女人 当回事 不尊重 然后 这里面有一些过程 我是咨询过她 我就询问过她 你这个去还是不去 我肯定是要去 我不是在跟您争论 但是作为一个女人 她如果说 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说不去 那显着我多小气 那我只能咬着牙说我去 但谁难受谁知道 您考虑过 您提出来这个问题 对于她是该怎么样回答 您就把她给架在那高度了 你只能回答是 否则你就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女人 然后对于这位女士 我刚才也说了 边界不清 角色不清 助理助理住在家里 你也没有尊重 在你的王国里面 你就是把自己的需求 凌驾在所有的需求之上 把自己的情绪情感 凌驾在所有的需求之上 你要一个男人 能够百分之百的放弃自我 来去听从您 同时又还要让他 在起冲突的时候 能够站出来保护您 这种分裂的状态 你让你的男人无所适从 他到底要扮演一个小绵羊 还是要扮演一个大灰狼 您到底要什么 您自个儿想明白了 要不然的话 他永远无法追随您 如此多变的需要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来 请坐 当时你看上你的丈夫 就是因为他老实 对吧 老实 对 对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吗 对 所有你想的 你认为现在不能容忍的 还都是反映出他老实 对啊 他没有变啊 你为什么要跟人离婚呢 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心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很委屈 很憋屈 你很憋屈 其实委屈我受的太多了 但都是你自长的 父母反对 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这么 义无反顾地在一起呢 因为他老实 第二 没有婚礼 因为要在乎他的感受 他不同意 对吧 是不是你自己愿意的 是 你还尊重他嘛 你尊重他 亏你说出你还要尊重他 结婚之后哪件事尊重他 你把他当什么 你把他当老公啊 还是当助理啊 还是当免费的司机啊 我觉得他太没用了 太窝囊了 所以我才把他靠到身边 人家自己活得好好的 人家驾校很专业嘛 人家教练做的 你去到人家公司吵 让人家辞职 跟着你干 结果呢 一分钱没有 管你要点报销的油钱啊 然后过路费啊 停车费啊 你还把他算出他的工资 在家里呢 你要把员工外人 请到家里来 好嘛 你这家庭太乱了 里外不分呢 所以给你的建议就是 既然找一老实人 那可能在外面 他有时候表现的窝囊 但是在你看来是窝囊 在人家看来 或在我们看来 他人家是讲理的 你所谓他窝囊那两件事 如果不是你 不问青红皂白冲出来 去捣乱的话 这两件事可能都会得到 很合理的解决 把事情闹大 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都是因为你 然后回到你们家庭 我猜你内心是想挽留他的 只不过是想让我们说说他 但是不好意思 你最应该背说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涂老师 一个像火一般的女人 她的初婚 她一定是热情似火的 一定是充满希望的 一定是希望像燃烧一样的状态 能够在如火如荼的过程当中 面对自己的新生活 这是你最初的期望 而一个像冰一样的男人 选择了再婚 她对婚姻的诉求 不是如火如荼 她的诉求是冷静处理 平静对待 生个女儿就算了 所以你们对婚姻的诉求 和期望不一样 事实上想象的 也跟自己 实际生畜的婚姻状态 是不一样 先说一个问题 爱与不爱 我认为像你这样一个 如火的女子是爱她的 比如说 没有办婚礼 对一个女人的第一次婚姻来说 多半是不能忍受 而像你这样一个 暴躁性格的女人 当然也符合你性格 不顾一切 家人的反对 没有婚礼 我也愿意嫁 宁可拿着三套婚礼的心服 半夜三更自己摸着看着 伤心 我也可以没有婚礼嫁给一个男人 包括你和他的前妻的孩子 相处得也很好 在我看来你是爱的 但是这位像冰一样的男子 是不太爱这个女人 至少没有那么爱 人家把自己 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你 你居然以二婚 不能太高调为由 没有给她一个婚礼 这是她这一辈子的缺憾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你就没有多么爱她 第二 虽然你所讲的 她很窝囊的那两次 确实是你性格太过于冲动 把事情闹大 但是从男方的态度而言 你也没有多爱 虽然她无理取闹 她性格太冲 导致到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 但你作为她的丈夫 作为她的男人 作为比她大十二岁的一个中年人 你应该出面 保护她 或者是处理这件事情 这作为一个男人 一个丈夫 应该做的 你没有做的 你甚至没有那种本能 去挡在她前面 我认为你没有多爱 谈完了爱与不爱 我们谈相处 你们每个人都过高地 估计了自己的能力 这个像我一样的女子 以为我的热情 可以化了你 至少在婚后 但是这个像冰一样的男子认为 婚后 凭我的冷静 和以往的生活经验 我可以让你 变得更听我的话 来主导我的生活 但是事实上 你们都想错 如果用火去烤冰 其结果不是融化 是开裂 冰马上会蹦开 那现在就蹦开了 你那是大火 你要用小火 慢慢去烤她的能化 你蹭了一下 马上火就上了 你可不把它烤裂了 再说了 你确确实实 有点太里外不分了 没有助理 住在家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何尝考虑过一个 曾经结过一次婚 人到中年49岁的一个男人 天天看着四个助理 伺候你 他内心做何感受 而且他也是你 其中一个助理之一 而且是最没用的助理 而且连报销费用的时候 都没有 你让他觉得自己 身影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你让他怎么面对 自己的人生 他会认为自己的婚姻 一次不如 做饭的这个 小时工的阿姨 是多少钱 三千 八千 行吧 三千打个遮 七千 你一个月给他七千块钱 这七千块钱是他的工钱 我相信他以后陪你出去 还要过路费不 谢谢 不用了 你看看 人家有这个潜质 看见没有 是不是给钱就开个玩笑吗 其实没什么 家用夫妻应该透明的嘛 你好歹有一个边界嘛 老师们老说边界边界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以后别老拍桌子 来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年 老婆 现在是距离产生美 你把我赶出去 是吧 这么一段时间 也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我相信你是越来越美了 那么以后能不能 我在家带孩子 你是一个前人 我承认你 那么请你排点工资 你这草要工资 在这边 阿琪需要经营 这个我相信 好 时间到 回吧 给人开工资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 谢谢哥们 请回 请回 谢谢 来 请关门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 同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剧烈爱奇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主动点 来 用起我们的小发筒 有请 来 宝贝 来 你很漂亮 谢谢 来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准备带过 跪下 准备 准备 准备想到老夫了 希望还有这一船 抱抱 抱抱 小哥 亲一个 就亲一个 这个需要亲一个 亲一个 小哥 送给您啊 好 希望你们幸福 谢谢啊 请回 谢谢 慢点